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优优频道 那么好久没有给大家更新密经历的一个教程了 因为最近太忙了 但是我发现密经历它已经有一个V7的一个模型已经发布了 应该是发布有一段时间了 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V7模型 真的非常的棒 可以看到它自更新了V7模型之后 它的映图成本减半 并且它的速度提升了10倍 那它的一个效果处理 它的一个细节处理得更加到位 这个是小优优很随意生成出来的 我们从各个角度 从美学审美文本理解已经质量 这次这个密经历它都有一个提升 并且密经历它还出了一个语音生图模式 并且它是支持一个中文语音的非常的好玩 我们在密经历的官网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全是一些生成出来的这种效果 V7的这个效果真的非常的不错 话不多说我就带大家来深度的体验一下 密经历V7的最新功能和它的一些玩法 那如果在这里还没有密经历账号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下密经历它的一个官网的一个价格 那它的一个基础计划 每月是10刀 它的一个标准计划 正常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是这个标准计划 是30美金相当于一个月是200多块钱 那它还有专业计划 还有一个超级计划 那如果说你还没有密经历账号 并且觉得它官方的价格有点偏贵 那大家可以来到小鱼儿的一个视频下方 那么你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这里你可以找到一个密经历便宜合租的一个链接 那么大家可以去点击我视频下方描述栏的一个 密经历的便宜合租的一个账号栏来测试一下 其实绘图这个密经历我还是经常会用到 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 那么这个V7的一个玩法以及它的一个特征 首先在文本和图片提示方面更加的智能 生成的图像效果质量 特别是这一次的纹理皮肤 这个是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随意给的一组提示词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 那么它会更符合我们个人的一个审美 能达到真正我们想要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里小鱼儿使用到的这个密经历也是便宜合租的 大家也可以去弄一个账号 这里进来之后我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把我们的版本 给它切换到一个V7的一个版本 首先有了一个密经历账号之后 接下来你会在这个discord上面登录 登录之后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最下面这里有一个 左手锁有一个添加服务器 那么这里我点一个亲自创建 点仅供我和我的朋友使用 那这里上传一个图片 这我输入一个小鱼儿 这里点击一个创建 进来之后我们先要创建一个自己的服务器 那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我已经创建好了 你可以通过这个头像来找到你自己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一个就是 找到这个密经历里 找到密经历里或者说其他一些合租的一些朋友的一些 你可以找到它的一个进入到它的一个频道里面来可以找到这个密经历里 它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头像我们点击鼠标的一个右键 这上面还有一个密经历里我们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 这里如果说你找不到这有一个它会出现一个添加服务器 这里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来到我的这个频道 然后在这里发送这个链接 接下来可以看到你直接点击下面这个链接 这我们要把这个机器人给它添加到小鱼儿 点一个继续 这点一个授权 那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机器人给它添加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来 我们才可以做图 勾选一下 那OK这里说机器人已经添加到我的服务器里面来了 接下来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斜杠 首先把我们的版本给它切换到V7 点这个settings 点一个enter键 在这里面 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模型 我们这里点一个倒三角 这里面有V5 5.2 V6 我们选了最新的V7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制作图片了 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 点一个imaging 这我就直接很随意的 让机器人给了我几组提示词 那我这里复制一个 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 输入一个尺寸 16 19 这里我生成出了一个人物图片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镜图 那么大家可以从面部的细节的真实感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毛孔 它的毛发 它面部的一个可以看到它的这些纹路 那每个细节它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它已经没有之前V6的那种AI感了 这个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效果 还有这个美女可以看一下 它的整个面部的一个细节 V6到V7的一个提升 就好像直接是从一个普通版本升级 到了一个plus的一个感觉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个效果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满意 这个是对一个真人的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 那还有卡通的可以看一下 这种带着卡通的效果 真的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每一个细节处理的 面部的表情都非常的到位 还有两个人呢 可以看到两个人同时出镜的 之前小鱼儿有的时候会想让它用的这个密尽力 想同时在同一场景里面出现几个人 但很多时候都是失败的 会用一些方法 但最终的效果都不损好 但是这个V7大家可以现在看一下 我这里它是同时出现两个人 那后来我再试了一个多人的一个场合 多人物的一个场合 就这一张图 我的提示很简单 一家四口 爸爸妈妈和两个孩子 这里可以看到一二三四 一家四口 这里一二三四 一家四口 那这个可能 那这里一二三四可以看一下 并且可以看到 它其实那这四张图 它还保持了人物的一致性 可以看到 还有真的还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这次的密尽力 它的一个文字理解 也是有了进步 这个是一家四口 那我就让它一次性生成多人的一个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数一下有多少个人 这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这样的一张图片 那么可以看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表情还可以将就 那之前小语也测试过 V6版本 它生成出来的前面一个两个还行 后面基本上就是 机型的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 这些手脚不对称 或者说要不就是脸上有一些什么机型的这种出现 但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整体的每一个人的面部表情 很难找出来有什么瑕疵 那么可以看一下 我这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效果 那除了近的这个人 远处的人也还算是可以 没有崩塌的这种感觉 那大部分还是识别到了我们的关键词 那除了这种写食风格的 这里一家三口 看一下 这里是一家三口 那这里爸爸妈妈和孩子 并且 这里我测试了一下 这个匹克斯风格的 这种动漫二次元的一种风格 这个效果大家觉得怎么样 其实这个真的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那这个就是一次性生成出来的效果 真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出图的四张图的一个 精准度还蛮高的 每张图它还基本上还能 保持差不多一致的一个风格 那么还有动漫风格的这种 不得不说 这个V7它生成的速度真的蛮快的 那我这儿 大家有喜欢的图 都可以跟我说 我这里所有的图片 其实我都是用AI这个GPT 帮我生成出来的一些提示语 那么这儿可以看到 随意生成出来的一张图片 这种动漫风格的 看一下 基本上是找不出来什么瑕疵 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整个面部 基本上都是处理的 非常的到位 并且我的提示其实都非常的简单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来生成一张看一下 出图真的非常的快 来一张这种电影感的这种图片 在一波朋克风格的这种感觉 脸上的刀疤都已经出现了这么显眼 看一下 这种 感觉真的非常的真实 OK这里这种电影的即时感 这种大片的感觉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光打得特别的到位 它有这种电影的这种感觉 视觉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 这种其实它很适合拿来做一些广告海报之类的 在我生成了一个可爱的树栏 大家看一下 这种这些细节 每个毛发这些你可以看到都很清晰 我觉得真的是每一张图片都无可挑剔现在这个V7它文字的识别度非常的高 你简单的文字它能达到的效果都非常不错 无论你想要使用哪种风格的可以看到你想要哪种风格的你想要哪种效果你给它一个提示 简单的提示它都能生成出来你想要的效果那么这个是处理文字 我在这个图上面加了一些文字 那我简单的给它过后 这个 密经历不得不说在处理文字这方面可能还是相对于差了一点 这些地方感觉就像是乱码了 这个地方看不清晰了 相信这个密经历它会不断的更新这个效果 可以看这里面的一个文字 有的还是没有问题 那有的它可能写起来就有点乱了 就不是说我们描述的这种效果 但是除了这种处理这种文字方面呢 其他基本上是无话可说 无可挑剔 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老虎 这种真实的这种感觉 你很难想象它是用AI生成出来的 还有这种大片极的这种感觉 我这里很随意的再来生成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它确实出土挺快的 一个女孩在舞台上跳舞 一个男孩给她送来一束花 我这里就随意的生成 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在舞台上跳舞 接着这里有人来给她送来一束花 可以看到她给我生成出来的 有卡通的有真实的 看一下 这个还真的挺可爱的 我们主要是看她的一个理解能力 一个女孩跳舞 一个男孩给她送来一束花 这个她是完全理解到了 这里其实大家可以 比如说你要想在一些自媒体上面 比如说那么可以看到 如果说你想在一些自媒体上面 做一些这种插画 那你可以使用这个米吉利来给你生成图片 那在这里我可以刚才我里面再加了一点 一个女孩在跳舞 那么一个男孩给她送来一束花 那接下来又走过了一个老人向她握手 那么四张图片里面有一张她是做到了 可以看到这里同时出现了三个人物 那按照以往 那这种可能生成出来的效果会非常的差 那米吉利真的她是在不断的提升 我就把这一段一直给她延续下去 女孩的跳舞男孩送来花 接着又来一个老人向她握手 接着又来了一个帅哥 或者又来了一个帅哥站在她的身边 那么我们看一下 同时出现四个人 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可以看到这四张图片 其实它都是不同的风格 第一个是这样子的 第二个是这种 第三个是这样子的 第四个是这种 那比如说你写的是一个 连环的这种小说或者那种插图 这种故事书 其实可以来试试用米吉利来画图 这里看一下 这个图里面出现了三个人 那至少三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女孩出现一个老人 又来一个男的 一个女孩有人向她握手 这个男生向她送花 那并且这个图里面还出现了其他的人 那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老人向女孩握手 那这个男生站在她的后面 这个她还是理解到了 看了这么多 大家对米吉利相信已经有了一个威气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整体的情况来看 其实米吉利她的图非常的高清 深层也非常的真实 但如果说她能再把这个人物一致性呢 再提高一下 米吉利就真的非常的厉害了 现在人物一致性呢 可能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如果大家要追求人物一致性 目前也是有方法米吉利 它有功能是可以控制风格 控制一致性的 之前小鱼有给大家出过 比如说这里米吉利的生图电图 怎么样电图 这里有给大家讲过感兴趣的伙伴呢 可以来看一下 那么关于米吉利 小鱼之前其实出过很多期教程 有新手的 大家可以来到我的首页 在这里直接搜索 可以直接在这里搜索框里面 搜索米吉利 那这里面出来的全是 所有相关米吉利的一些教程 有账号注册 有新手的 有V6.1版本的 有图生图 很多期 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来我的频道首页 在这里来搜索米吉利教程 如果说你也对会图感兴趣 大家真的可以来试试 真的非常的有意思 你给她一句话 她就能给你生出来这样一个大美女 并且你想要什么样风格都可以实现 那这里如果说你的图 真的画得特别的精致 非常的好 你还可以用这个米吉利的图片来再进行一个兼职 可以赚一点零花钱 大家可以看到这Fiverr这个平台上面 比如说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你可以来注册 你可以在这里面来注册你的账号 这里直接点击右上角来注册一个账号 那你可以把你的图片拿到这个里面来放置在这个里面 有人需要让你帮他制作什么图片 那么你都可以用米吉利来实现 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需要制作logo的也有需要制作一些插画的 也有一些肖像或者卡通漫画还有一些什么海报设计等等 只要你把这个米吉利 绘图这些把它搞明白 其实做图真的非常的简单 这里Fiverr的一个相关链接 我也会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那同时你还可以把你生成出来的图片 比如说我这里保存一只老虎 这里来 比如说我喜欢这一张 点击这个U3 但如果说你是用合图的一个链接 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你可以去找你下单的客服 它会帮你解决 我们这里点击放大 再来我把这只老虎给它保存一下 这个老虎非常的真实 Liu Suigo 那现在有很多图片转视频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这个海螺AI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视频生成 那这里我们就图片到视频 我们点击这里 把这个图片给它加进来 接下来我来上传这个老虎 这个简单的给它一个提示语 老虎张大嘴巴向前扑去 然后直接点击这里一个生成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图片 把它做成一个视频也是没有问题 在生成视频之后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给它配上一个语音 比如说一只老虎 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口播内容 需要一个话文音 我们需要把它翻译成英文 大家知道现在这些动物世界 其实是小孩很爱看的 我这只是举个例子 大家可以这样子把它 这里一个英文解说 这里我们可以把生成的一个视频 再给它配上一个解说 配上一个话文音 这样我会用到这个ElevenLabs 那么你可以在这上面来选择一个语音 或者来生成一个声音 需要哪种话文音 这如果你不知道需要哪种话文音 这个直接可以问TPT 小鱼最常用的这个TPT 就是一个TPT一个密尽里 那常用的工具 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大家没有的可以去看一下 曾经是故事旁白 这种史诗记录片风 这个我把它复制一下 这个时候我来找寻一下这个声音 你可以来试听一下 这种是属于一个电影预告片风 你找到的音乐 它会这里会跳出来听一下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strength there are many forms of strength but wait it gets even better a book is a garden to grow hi this is Clara 可以 这个声音可以 可以把它收藏起来 接下来这里文本到语音 我们把这个声音 把这段文本把它加进来 就是选好之后 直接这里就点一个声尘 这里面声音很多 大家可以到这里面来选 这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声尘 可以看到 你可以创编或者克隆声音 那么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尖锐的 或者说是那种恐怖的 或者说是那种欢喜的 那你可以自己来声尘 也是可以 这我直接点声尘 等会下载 draped in a cloak of royal 声尘好之后 这下面右下角 这里有个下载按钮 直接把这个音频 给它下载下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视频这里 可能白天不需要排队 晚上需要排队 它生成出来的视频 你给它配上一个音乐 给它配上一个画外音 那么这个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视频 其实现在 这个已经是一个 AI生成视频的一个时代了 目前其实有很多这种视频生成工具 比如说 像这里小鱼之前讲过的这个 Video AI 还有一个Freaky AI 等等很多这种视频生成工具 这种图生视频 相信往后 肯定都会 这些工具都会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大家一定要懂得使用这些AI工具 比如说像这个Mijer 你自己去想破脑袋 你还不如说是 直接让它来帮你生成 提示词也不用你去想破脑袋 直接用GPT来帮你写出来一个提示 你就会有源源不断 用不完的一些图片 想要什么图片都有 并且那你的这些图片 还是独一无二的 它也是一个没有版权的 你可以放心使用的一个图片 还没有Mijerle账号的 GPT账号的大家可以去描述栏找到 有一个便宜合注的账号 赶紧去试试 那如果说你还有更多的问题 在绘图过程当中有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你也可以跟小鱼人留言 那同时你可以点击小鱼人主页的这里 有小鱼人的一个知识星球 大家也可以加入我的知识星球 有更多的关于Mijerle方面的一些问题 大家都可以随时在里面提问 那么这个知识星球 那我是会大家提出问题 会一对一的解答 欢迎大家的加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